夜旦长假期 很多华人家庭使用亚洲的驾照 在美国开车 结果被警察拦检 还被开除了无照驾驶的罚单 这个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呢 当时新闻和邓宏律师事务所 推出了邓宏说法系列报道 这一集就要为观众朋友来解答 邓宏律师事务所 全力以赴 距离力争 外国人是在加州可以开车 但是他们必须在观光的 是暂时性的旅游的行为 但是如果是一旦成为居民的话 他必须在十天之内 要向加州申请驾照 居住的行为 居民的身份 往往是从他的一些证据证实 他有申请加州驾照 他有买车子 他有租房子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必须要申请当地的驾照